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旦成真 东北亚的地缘战略格局将被彻底改写 此外 随着全球变暖 北极航道作为新的黄金海路吸引了世界目光 有分析认为 中国若联手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或能缓解中国海上能源运输的马六甲困局 弗拉底沃斯托克港呈吉林境外中转口岸 能否打通东北的任督二脉 应该是一个机遇 我们是鼓足了勇气 鼓足了干劲 要把这个团打通的 如果说把整个的产业寄托于这一条线上 确实有不确定性 打铁还需自身硬吗 遇到一手好牌不容易 想把它打好更不容易 加速向东看 能否让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博弈中获得更多筹码 东北亚形势现在已经距离亚洲地中海越来越远了 东北亚的这个安全机制少一个国家都不行 那中俄两国根本唱不了独角戏 哪一条路好走我当然就要走哪条路 这个岛链恰恰是它的根就在日本海的北端 扶港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一回戏MK 俄罗斯加速向东看 能否重塑东北亚地缘战略格局 一虎一席台 华大家 好电气格力造 欢迎收看格力电气独家冠名的一虎一席台 我们都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首先可以知道在中国的东北就要出现这个大变局 问题是东北会掌握这样的变局吗 这个变局会怎么样的改写整个东北的未来 同时一个关键的所在 俄罗斯的远东政策再加上东北的共同发展 他们两个相互的加强之后 会不会共同创造一加一大于二 会有无限大的梦想跟无限大的可能呢 一开始我们就来看到中国海关总署这个公告 这个公告最近在中国内地引起热烈的讨论 事实上在6月1号以后 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正式成为了吉林境外的中转港口 这个公告到现在运行了将近一个多月 有人说他可以积极地盘活东北精进 场中央的四位嘉宾 你认为真的是如此吗 赞成还反对亮出你的手牌 3 2 1 我们看看场中央的四位嘉宾到底是如何 三个赞成 一个反对 郑君说你赞成的理由请说 对中俄双方之间的物流通道的完善 应该是一个机遇 一定是一个机遇 但是他是否能够大幅度的振兴或者是带动东北经济的发展 这个还要看实际的运行效果 其实你是有点骑墙派的 你还不是很明确 来白鸣呢 有了这个使用权对东北经济是一个促进 但是呢 东北经济啊 影响东北经济的发展 它的有很多因素 变数太多了 对 有这么一个通道 到底能够起多大作用 我们呢 也不能够过高的估计 还要这个我们边走边看 边走边看 两个骑墙派我听到了 吹狠很坚定吗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 在运输上裁弯取值 它的作用是降低运费 相对而言 如果从长春发货运到嘉兴 走铁路的话 我们测算过 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的运费 大概在6000多元 如果走海山湾的话 大概4600元左右 所以它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所以这个政策的好处 是利好于东北所产出的大宗物资 向南方运输 它能降低运费 但我知道你看万哲急得要出来 要来反驳 不过我在请教万哲之前 我们再来看看图表 您从图表上可以看到什么 你看吉林黑龙江 还要到辽宁的港口 陆运普遍是超过1000公里 对吧 那么隋芬河跟魂春到俄罗斯的 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也就是大家过去口中所说的 海参崴港 它只要200公里 所以很多的内地网友就说 你吉林就是可以利用这个中转港 你就可以打通了 中国东北三省的经济 任督而卖 为什么不是呢 它是不是能够盘活 东三省的经济 我对这个是表示反对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东三省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规模 跟俄罗斯的这个经济规模 那更不要说跟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规模 还有人口规模 还有货物贸易的这个规模来比 我觉得实际上都是非常不成比例的 所以它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它的这样的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开通 可以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有一个疏通的作用 有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它能够旁活 就算盘活吉林省 我觉得都不能这么说 好 等一下掌声来欢迎北伟 北伟是来自吉林的 所以对这件事情绝对是利益关心人 您的亮出你的观点 你觉得这所谓的锦上添花 这个锦上添花真的意义不大吗 首先我作为东北人 特别是吉林人 这是我要举坚决的赞成 因为刚才几位谈了很好的观点 对这个问题呢 从不同的视角来看 会有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我们从东北的发展 从吉林的发展 从它这个地域位置来看 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首先它是标志着我们东北 对外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家都知道 吉林黑中江原来是在整个东北 从版图上看 我们都是内陆上 没有直接的出海口 所以能够有一个非常近的出海口 来把我们的资源能够外运 把外面的资源能够运进来 特别是在我们路关的通道 铁路通道成本比较高 这个运量受限的情况下 我们更希望能有一个出海口 来把吉林 把东北的经济发展起来 那么大家也知道 最近几年呢 这个东北的经济不是很景气 我们这个在全国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对类当中 我们是在最后一个梯队 这里头有很大一个问题呢 这个在我们的开放问题上 在我们通道建设问题上 现在还是一个很大一个制约 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因素 那么海上外港能够内贸外运 无疑对我们解决我们 由内陆省向沿海扩大海上运输 打开海上通道 开了一扇窗 那么至于下一步怎么样 应该说我们是鼓足了勇气 鼓足了干劲 要把这个团打通道 等一下等一下 你现在讲我们的部分 我们不是鼓足了勇气 鼓足了干劲要打通 但是相对的在当地呢 弗拉迪沃斯托克 当地的人是怎么想 他能够更大的范围来参加中国 整个贸易体系的循环产业链吗 所以现在马上我要跳到这个现场 我们请教的嘉宾是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国际关系的副教授 安德烈古兵 古兵教授您好 Can Vladivostokport participate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hina trade assistance more widely Any new feature Yes The idea was to operate domestic China Congress and to contribute domestic China transport and trade system by embedding Russia capacity in the Far East And these efforts could allow Dunbei provinces to have a stable supply with resources with materials As well as dispatch of their output of their production abroad or to western or southern China provinces And well there are some major challenges And they still are Yeah What's the major challenges Yeah What's the major challenges And challenges were and still are infrastructure under development and lack of investment But we still have a new leverage for collaborative transport projects And that's why the new opening of Vladivostok seaport And all the Primoria territory seaports is a very good prospect And a promising field is building sustainable supply production chains It's beneficial for both countries For Russia And for China Yes Well, thank you Okay, what's the part of this point in the world? Go ahead and turn the world to be on the platform Go ahead and turn the world to the world If the Vladivostok港 is in the 40 years ago Then we can say it may be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world's economy For example, the trade trade Maybe there are the big few places For the worl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s economy And now, we can see that We have a double-circumptured Actually,东三省 There are more of these systems For the world's people For the world's economy For the world's economy 你开放就好了 你现在是来开放 看到有点说天使 好像缺了一点点 真的是如此吗 40年前 也就是说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 90年代的时候 他把他开放的希望 寄托在美国 日本 欧洲资本上 他不是寄托在我们身上 那么这些年来 围绕着图门江开发 这些国家 周边的环日本海的国家 一直在致力于 能够把这个事情搞上去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 复杂的国际问题 特别是美国人的插手 使得这个区域的合作 三起三落 导致一直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开发 那么大家也知道 最近这两年 整个的地缘政治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 那么俄罗斯 不得不把他对外开放 或者说对外合作的重点 转到向东转移 转到他的远东地区来 那么和中国合作 目前来看 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 也是唯一之选择 最好也是唯一 来 古兵教授 针对这话题 你的观点是什么 这个观点我有所不同意之处 也就是刚才讲到的 为什么不只是三起三落 实际上他在历史上 想开发远东这一块地区 应该说非常多次 那实际上在普京的任上 也是不断地在说 要向东看 但是当他向东看的时候 他又一直在想说 我是不是要跟日韩之类的 来进行共同的开发 而把中国放在一边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开发 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 这样的一大步 而是我们综合国力 和战略合作前进的一大步 所以这点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好事 因为它实际上 是对我们综合实力的一个认可 实际上我们利用 弗拉迪沃斯托克 但是应该知道 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出海口 出海口必须是你自己的领土 你才能叫出海口 你现在只能够说是终点房 我的货物运人家让我们过 这个对于我们东北的经济 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是不能说是支撑作用 因为我们这么大的产业 你放在这个一个很 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种支撑上 那肯定是支撑不住的 还有各种的港口的费用 港口的运行效率 那么是不是能够支撑得住 我们这么多货物 而货物的背后是我们的产业 能够支撑出我们的产业 所以呢作为一种 这个我们的这个运输的选择 多一种选择那是当然好了 但是呢我们说 如果说把整个的产业寄托于这一条线上 那是这个确实有不确定性 但不管你们讲什么 我在关心一个这个东北经济能不能盘活 它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数字 在今年的一季度东北的GDP增速是领跑全国 尤其吉林省GDP的同比增长8.2% 其实这个部分也有部分是跟全国的贸易额增长41% 这个数字是有关的 对对对 这个大家看到了今年这个一季度 吉林的增长速度让大家为之一振 特别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们连续出在低迷状态 最起码的今年这样一个数字 说明了我们在出低反弹 你现在说话很有底气哦 当然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吉林啊 大家知道一气的出口 特别对俄出口的形势最近非常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跟俄罗斯的农业方面的合作等等 也都在不断的扩大 所以呢外贸市场是推动我们经济反弹发展的一个方面 但是并不是全部 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内部国内的消费和市场的问题 原来呢我们在对外这个经济循环 对外开放这一块呢 这个应该说这个大的举措 没有办法展开受国际环境的限制 那么这次呢 这个海山外那个内贸外孕 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户 至于说能不能护 对 对你而言这是一个什么窗户呢 对外开放的窗口 那么能不能大的门户 那么有待于后面的发展 万哲刚刚北伟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特别强调说 现在打开了是一个窗户 但你窗户要真的变成一个门户 接下来要跨越的障碍是什么呢 我觉得接下来跨越的障碍 实际上非常之多 你会发现这个净出口啊 其实我们虽然说 比如说汽车出口 现在也是不断地在创新高 但是呢 其实我们都是逆差 三省都是逆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还会发现说 那么俄罗斯对我们的出口呢 实际上是更多的 那对于跟远东的合作呢 我们未来就是说对于福岗的这样的一个期许 难道过去俄罗斯自己 俄罗斯人民没有这种期许吗 我们要知道远东地区是一块资源非常丰富的土地 无论是他的这种各种矿啊 有一些稀有的金属啊 还有等等啊 实际上都非常的丰富 那么过去他为什么没有利用他这样的一个资源 把这一块地方搞得非常的富庶 非常的富饶起来呢 那实际上跟他的人口不断地在流出 人才管理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 都相当的不足是有关系的 当然最起码的我们看到了 我们开发开放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 特别是东北东部的开发开放 那么随着对俄合作的扩大和深入 特别是下一步随着港口的利用 后面可能还有口岸的扩大 通道的打通 那么我们的外贸会员量将大幅度地增加 同时可能要带动辅地经济 有一个新的发展 特别是东北地区 但是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在去年疫情期间 那么全球的供应链都受阻了 其实当时来说应该说 它的这几个港口呢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基础上 应该说它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载运量啊 其实是在增加的 但它马上就发生了 就是说它无法真正很好乘运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咱们未来要修铁路 要修公路 要修港口 对吧 要加大它的这个载运量的话 那实际上要靠谁 实际上要靠中国的资金 中国的技术 中国的人才 中国的管理 所以呢我一直说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这就是锦上添花 但是我认为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个才是雪中送炭 来请说 我是在东北上的大学 所以对这个消息 其实我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一个就是这个港口的开放 它确实是促进了一部分 我们东北的这个有发展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就是打铁还需自生硬嘛 就是东北的话 它可能如果把它的银山环境 包括办事效率 如果提得更高一点 那可能东北以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我也希望就是东北以后可以把人才留住 从你的角度来观察 这绝对是东北很重要的机会 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时机吧 我希望它可以是大放异彩 把这样的希望和希望 还能鼓励终于等到你了 还有其他的东北的朋友请说 我家是黑龙江的嘛 然后我家长之前也是早前也是在那个隋风河 从事过编冒相关的工作 所以对这种比较微妙的关系 可能更有体会吧 有些伙伴或者说没有关系 可能真的是分阶段性的 之前有读过一本书里面说的是 最好的情况和最快的情况 发生的机遇都很低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底线思维 还有做好最快的打算 不然的话 往往那个最坏情况就真的要 真的要发生了 遇到一手好牌不容易 想把它打好更不容易 讲得非常好 太好了 北伟还有说补充吗 基林有一个很特殊的 国家赋予的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和浙江省 是对口资源省份 基林的沿边地区 和我们国家最大的港口 宁波港又是对口资源地区 国家赋予了昏村海洋经济 开放示范城市的这样的一个 戴了这样一顶帽子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港口 会给我们 吉林和浙江的合作 沿边和宁波的合作 以及昏村的海洋经济的 示范城市的建设 会如虎添翼 会上一个新的特殊 好 谢谢所有的嘉宾 谢谢 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确实是 但也是一种主动的改变 那么谁又不是被历史所裹挟的呢 你别人要说挣钱了 他就心里不平好 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的国家世界观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一虎戏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谈现场 俄罗斯向东看 它明明是对中国俄罗斯 还包括东亚的相关的邻国 它是个加分加成的效应在 但是这个时刻 却有人去泼了冷水 谁泼冷水呢 有部分西方媒体就解决说 俄罗斯突然给中国 放开了这个天然两岗 其实是获于无奈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马上连线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现场的安德烈武兵教授 我记得美国首席马克龙 说在一个公职议中 网友说 Russia had failed in geopolitics in the Ukrainian world and was becoming a vast state of the China If Russia's opened up the port to China a helpless force Well such words not very pleasant for us to hear and actually there are no signals of any kind of malice of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both Moscow and Beijing respect interests of each other and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very good so Macron sounds a little bit ridiculous and the new global trend is on its way due to unveiled Western dominative ambitions and we cannot tolerate the domination of global Western anymore 好 回到这边来讲 真的是所谓的无奈之举吗 崔恩怎么看 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确实是 但也是一种主动的改变 首先无奈之举 是因为在制裁情况下 确实是没有更好的合作伙伴 中国既有这个体量 与十年前的 2012年的远动开发相比 中国的体量不可与同日而语 不管是我们虽然在强调 外部环境对俄罗斯不利 但我们要注意到 俄罗斯精英内部 它有它的反思 它反思过去 为什么远都开发 没有搞成 它反思它过去 对于安全的过度强调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 它有了基于过去的反思 他们着远于与中国进行合作 我觉得实际上 俄罗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还是被迫的 应该总体来说 但是我又觉得说 其实在历史的大潮当前 那么谁又不是被历史 所裹挟的呢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我觉得其实它内外 两部分的原因 都使得它现在 必须要做出 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从内部的原因来看 我们能看到 它的这个远东地区 是属于地更广 人更西 它仍然就是说 想要开发 而有心无力 那如果现在跟你进行合作 你有大量的人口过来了 它就立刻有一种被威胁感 所以它往往呢 就是即使有向东的意味的时候 也宁可和其他的一些东北亚的国家 来进行合作 而拒绝跟中国合作 但是目前来看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 实际上它在全球 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下呢 它当然必须要跟中国合作 无论是说在基础设施建设 在粮食还有资源的 这样的一个贸易方面 中国现在是有相当的实力的 而且, by the way, China is not the only supporter and partner Russia develops ties with India 它是我们的企业伙伴 with ASEAN members with African, Latin American,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nd all of those countries are very reluctant to impose sanctions because they also respect Russian interests and understand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argets of Russia 也有相关报道 说它想是不是可以印度也可以合作呀 就是说别人能不能承接它这个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的国家世界观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它原来它是重视向西发展 但是西方不接纳它 把它打得逼着它 不得不向东发展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就是俄乌战争之后 整个世界的能源市场 大宗商品的市场 又发生了一个重大格局变化 它原来能源要向西方出口 现在通道 随着管道被炸掉之后 它的整个出路被堵死了 那它这些大宗的能源产品 农业产品出口只有向东走 向东走 最大质量就是中国 所以说呢 这个国际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 都在逼着它 在把重点放在东方 远东跟中国合作上 这是它国家的生机所在 这是国家生机所在 但从过去可以看到 它非常重视一个军事安全部分 又重视经济发展部分 这两个永远一直是在做 保平衡的状态 是这样的 现在它依然还是把军事安全 放得比较重要吗 如果是如此 它怎么看待 如果合作之后 中国在当地的这个影响力呢 它担心中国人过多的 进入进行之后 会它对于未来的 领土安全产生影响 但是现在 它遇到了更麻烦的问题了 就是围绕着 日本讲究 北方四岛的问题 那么 日本已经站在了 俄罗斯的对立面上 现在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远东地区更不安全的因素 在对日 在对美日韩的同盟上 刚才林老师提到 就是俄罗斯的心态 它担忧我们 确实还有 但是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的 有得进行 它的心态 也在发生改变 就是所谓的皇后论 就担心我们人过去太多 会侵占它的远东 但是这两年 我们也发现了 另外一种观点 他们认为 中国人对远东的领土野心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包括即便是东北 它的自然环境条件 远远好于远东 但其实东北也留不住人口 那么远东的人口吸引力 就没有那么强 其实这也是俄罗斯精英 它的认识在发生变化 其实它是从 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 从1996年开始 它就制定了 国家发展规划 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但是为什么 它的成效不大 更主要的原因 就是俄罗斯 它落实国家政策的 这个能力和效果太差 就是所有的方案 都是停留在纸上 而真正的 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 它没有得到这个成效 它许多开发远东的这个政策 比如说这个 佛拉迪波特自由港政策 这个超前发展区政策 还有吸引人口的 这个义工型土地政策 等等 这些政策应该来说 都是对方方面面 都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但是为什么它实际的效果 还依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 这就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问题 就是说它 俄罗斯人它有一种 不平衡的心态 就是我这个东西放在这块 我宁可搁这风吹日散 但是你别人要说挣钱了 它就心里不平衡 就跟我们当年最典型的例子 那个贝加尔湖那个水厂事件 大家都知道了 本来那个厂子 它是几千家中的一家 它不至于对贝加尔湖 造成什么多大的生态污染呢 但是它就炒作 最后把这家企业 给吊销执照了 我认为 这个俄罗斯的一部分人的这种担忧 它有两重性 一重性是正常的国家安全的担忧 这种担忧 实际上呢 不管是中国也罢 俄罗斯也罢 美国也罢 日本也罢 大家心里都一样 大家谁不关注自己的国家安全 但是过度 过度担忧 就没必要了 所以原来是俄罗斯有一部分人 是过度担忧 但是现实的情况 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 现在这个过度 这个担忧 这个过度 现在越来越少 等一下 你刚讲到俄罗斯人 是不是真的担忧 我们就跳到 弗拉迪沃斯托克现场 安德勒古皮教授 您的观点是如何 我们其实请中国 去更加签和 去运动 去货币 我们讨计 货币 去货币 我们 去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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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o make money together to join our projects and to offer something for us But maybe concern, What benefits can Russian gain in the geopolitical gain by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region? Well it's actually impossible to provide with development under some dangerous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sometimes Moscow's stance to Russia and Paris seem unbalanced, rather geopolitical than economic. And having feasible U.S. forces in Japan, in South Korea, in constant instabilit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aiwan Strait, in rising Tokyo military buildup, Russia actually concentrated on security rationale first. That was very essential and still is. Nevertheless, such a vast territory as the Russian Far East lacks population. We have only 8 million people living here and lack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at's led to a slender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 that there are no economic growth for years and to deeper insecurity. And considering thi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mplementing development efforts for dismantling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I think that the worry is still a worry. We don't forget the worry of it.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person will often have a worry and a more worry. Now, we can see that in the past, the entire region of the遠東 region, we should say that it is based on a structure, basically not talking about development. It is based on a struc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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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local level has been 왕ク , which is to move from aessel that has the 어때? So in that situation, their worries is Children is more difficult. It is both sides of the time for both sides of the country, And again, the height of the country is not doing well for each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that the most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first part is Japan is Japan. It is Japan. It has a question. It has a question. It has no power. It has a question. It hasn't been a question, which is Japan. 在东北亚这个形势下 中国和俄罗斯都感受到了威胁 是福是祸 那么就要看你下一步的战略眼光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锡谈的现场 美国看到了这个中俄之间 在远东地区 在中国东北 这样的合作的时候 美国会有哪些的反制呢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最后一嘉宾 就是军事专家邵永林 永林怎么看待的 这个大机遇 这个大转变 而对白国而言 这却是他在地缘政治来讲 不愿意看到的吧 对 因为现在美国对俄罗斯 肯定是一个要在各个方向去封杀他 在欧洲不用说了 在远东呢 因为过去俄罗斯主要和日本和韩国合作 那现在呢 他和中国合作了 这是美国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也算是给中国一个机会 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发展程度 我们就具备了 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能力 真的到在八十年代初 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来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对中俄合作的制约早已经开始了 那么下一步随着我们福岗的利用 那么可能它会加快日美韩同盟对中国的一些反制作用 同时呢 可能它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 拉大北约进入东北亚地区 进入他这个美日韩这个同盟的这样的一个分量 可能对我们采成更大的一个制约 但你说拉大把北约所谓的东亚化 跳到第一个的可能就是日本 是这样 那日本在这里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会不会趁在现在俄乌的局势的情况来讲 对俄罗斯产生了东西夹局的情况 而日本跳到最前线 来重新夺回它所谓的争议性的北方四岛呢 它在等时机 你觉得它在等时机 对 它觉得有这个心 现在等时机 现在在等行动 郑军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目前日本还没有这个能力 还没有这个能力 它有这个想法 它没有这个能力 一个是时机不具备 一个是它的能力还不够 好 我们跳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现场的安德烈古兵教授 针对这话题 你的观点是什么 好 谢谢你的观点回到北京现场 我们看看安田文雄政府最近频频动作摆出 他发表了蓝皮书 再次就提到了北方四岛的问题 同时美日韩三国是以应对朝鲜文明 在日本海组织了反导军援 那美国如果在亚太方向 你不断的发力 俄罗斯会不会面临所谓的东西夹起困境呢 其实如果没有俄乌冲突的话 韩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日本也是一样 就是俄乌冲突把这个关系改变了 所以这个我想说的是 就是这个改变是不是不可逆的 永久性的 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有求于俄罗斯的 日本要想解决领土问题 说实话靠武力是没戏的 美国不会支持它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 美国不会支持日本去挑战一个核大国 然后根据什么日美安保同盟 再把美国拖下水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他要想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收获 一定是俄罗斯同意 俄罗斯愿意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 他离不开俄罗斯 那韩国也是一样啊 你朝鲜半岛的这种分裂对抗 如果俄罗斯要支持朝鲜 卖给朝鲜武器 给它军事技术 韩国肯定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 所谓的反俄并不是一个 好像不可逆的 绝对的 长期的 会有变化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 还是要看到一个大的 这个博弈的一个 这个战略的格局在里面 就是说 而且中国在里面呢 实际上也不要就是说 觉得好像这只是俄美之间的博弈 而我们可以从中得利 或者置身事外 其实俄罗斯现在所做的 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远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 它本身我觉得 它也有它的几重属性 第一个呢 它是想要牵制美国 第二个呢 我觉得它是想要阻碍日本 第三个呢 它其实也想要平衡中国 因此呢 我觉得在整个博弈格局当中呢 我们身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方面要感到说 在整个的博弈当中 因为他们不断地出现着各种变化 可能会出现一些 对我们有利的形式 包括比如说咱们说 这个福岗的进一步合作啊等等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看到 这个是福是祸 那么就要看你下一步的战略 眼光和步骤 到底应该怎么走 而不只是 就是仅仅着眼于 比如说我们这个贸易格局 到底怎么样啊 是吧 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面而已 这个地方 现在呢 这个地缘关系在逐渐复杂化 对 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说这一次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突然发生 这个划变 划变的问题 那么很多 西方势力 包括美国都在 看着想要伸手 没想到它一天就结束了 那么如果再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事态发生的话 很可能在东北亚 就会产生一些连锁性的反应 包括半岛问题啊 包括这个围绕着我们周边的一些 国际形势问题 都可能发生 瞬息万变的变化 那么我们要把握 整个的事态发展的主控权 因为我们现在作为大国 特别是东北亚的大国 我们越来越具有这样的分量 越来越具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了 好 北伟特别强调的是 你要掌握主动权 在掌握主动权的同时 过去十多年 中国就进行了十次的海上联合演习 俄邦今年将参加解放军组织的 北部联合2023的军演 这说明着什么 佩恒你请讲 俄罗斯这个国家 它对它的安全感非常敏感 它举行军事演习的国家并不多 除了它的独立演体盟友 GT安全条约组织的盟友以外并不多 这也反映我们两个 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 非常的互信程度非常高 第二点也反映出来了 在东北亚这个形势下 中国和俄罗斯都感受到了威胁 这种战略这种联合演习的主要功能 还是在于威慑 我们并不是一个去宣扬我们的侵略行为 而是更多是防范风险 永玲 6月27号晚间23点多 两艘的俄罗斯籍的护卫舰是由南向北 航经台湾的东部海域 再对照一下普京他所讲的 你看未来在陆海空的不同的战区 到进行联合演习 这个新闻给你哪些的联想跟解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 其实除了就是让我们在战略层面相互支持 相互支撑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两个大国背靠背 我们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大后方 不是说中俄要联合起来去对付哪一个国家 其实是不可能的 大国在战略上一定是独立的 大国一定是孤独的 要么你就是一个国家 要么你就拉着一帮小兄弟 你去帮他们 而两个货真价实的大国 是很难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 真的以为我们来看看 凤凰网友有人提出个问题 他想请教你 事实上按照你刚刚所说的 中俄之间它并不是同盟的关系 但是未来俄罗斯有没有可能 开放日本海某个港口 让中国海军建立 补给基地 有可能走到这一步吗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像说我们 有时候也会向某些国家 开放一些港口 比如说你过来了 可以在我这个地方补给 但是日本海离我们也比较近 并不是说我们到了日本海 还需要靠岸需要补给 其实完全可以 就是不靠岸不补给 就可以行动没有任何问题 而我们海军的主要的活动舞台 我觉得还是台海 南海和西太平洋 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 应该说日常的一些个 就是停靠补给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对外公开说 富裕它这样一个身份 我认为太敏感 可能性比较小 谢谢 北伟 这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呢 为了封锁中国进入海洋 那么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上 形成了一个西形的岛链 那么这个岛链 恰恰是 它的根儿就在日本海的北端 那么福岗的地位 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后面的一切想象 比如说军事爱好者也好 还是新闻界也好 各界的想象 那都可以展开了 那么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那么这个事态会怎么样 这不是我们现在 能够预料得到的 安德勒古弊教授 您的观点是如何 但是我非常好奇 就是中俄 它能否建立一个 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 来解决东北亚地区潜在的 安全问题呢 有没有可能呢 崔恒的看法 之前中国和俄罗斯雪舰 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 叫做亚洲地中海概念 这个亚洲地中海 是要开放空间 其实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曾经有 这么美好的一个愿望 但现在来看形势 有点恶劣 目前来看的话 东北亚形势 现在已经距离 亚洲地中海越来越远了 这是我们很惋惜的 一个局面 中国和俄罗斯 在东北亚地区 应该算是最大的两个国家 中俄之间的话 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 还是蛮有责任感的 我想一个是 我们建立了这个安全威慑 再一个最重要的 还是在朝鲜上 怎么样朝鲜回到台湾桌上 这是中国和俄罗斯需要努力的 中俄之间建立这个安全合作机制 是应该说是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把东北亚国家 都纳入到进来 建立一个完整的 这个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目前来说条件还不成熟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朝核问题 什么四方会谈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是有一种想法的 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朝核问题的一个会谈机制 变成一个东北亚固定的 长期的一个安全机制 因为东北亚是没有这样的安全机制的 现在看来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我觉得东北亚的安全机制 少一个国家都不行 如果美国 日本 什么韩国 朝鲜 没有参与其中 那中俄两国根本唱不了独角戏 这是未来可期的一条水道 但是它窗口期非常短 我觉得好多的价值不在于运输多少货 就是地球所剩不多的资源的再分配问题 我个人有这么几个担忧 一胡锡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锡谈的现场 佛拉迪沃斯托克港 它未来可期 为什么未来可期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北京航道当中有两个 一个是西北航道 一个是东北航道 东北的航道 西起摩尔曼斯克 东到哪呢 就是福港 俄罗斯政府在2018年 曾经透过总统令 就是要把这条的海路 打造成黄金水道 但是到现在为止 黄金有看到吗 这个黄金水道 未来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它能够改变全球航运的贸易格局吗 首先您一定是关注的这个部分 对于我们东北来讲 应该说非常关注着 我们能够有一个直接通往欧洲的 这样的一个黄金水道 这是未来可期的一条水道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它的兵器问题 包括它的航行条件问题 包括它在航道上的一些补给港 等等一些问题 大家也看到了 俄罗斯这些港口 都没有直接的腿路相通 也就意味着 这些补给港的条件 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那么包括北极航线上 一些安全设施 航标设施 导航设施等等的一些构建问题 并且这条航道就是安全的吗 也不见得 大家知道 美国和俄罗斯最近的地方 就在北平洋上 那是一个海峡 白令海峡 所以这条水道就是安全的吗 也不见得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也看得更清楚了 对 特别是整个世界气候条件的变化 这条水道将越来越具有可航行条件 短期之内 我想不会对于整个世界的航运隔级 产生大的影响 但是长期来看 这条航道是会发生它的经济作用 这条航道实际上我们中远集团早已经多次航行了 我也跟中远集团的老船长跟他聊过 就是他走北极航道的感受 他跟你怎么分享他的感受呢 他的感受 这条航道已经是可行的 但是他窗口期非常短 就是六七月份 就是他可能最多就是六十天 那么过了这个窗口期之后 你就要增加成本 就需要他俄罗斯的这个特兵船 去给硬性的提供服务 那样就增加了你这个运营成本了 我们说未来实际上这条航道 确实是未来国际航运通道里边 一条潜力巨大的一条水道 他真的有大规模开发的可行性吗 可行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航道建设 主要就是这个沿线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的完善 还有这个比如说配套的一些设施 航空城有一个老师叫高天明 他曾经两次作为学者 就是乘俄罗斯的科考船 他走了两次 他的一个感受就是通讯 特别这个难 他去两个月 假如说他可能中间就发一次 朋友圈 为什么 因为只有那个时候 非常短暂的那个信号 可以接通 他才能发 平常是无法通讯的 来白名要做补充 白名是不看好 实际上对于这条航道 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个人有这么几个担忧 首先是冰期 冰期太长 即使是弗拉迪沃斯托克 一年都有三四个月的冰期 是吧 那这个都是要靠破冰船 那进入北冰洋了 那更要靠破冰船 那这个每条船 它要这个平均的破冰成本 要多少 而且我们看到过 是吧 泰坦尼克号 是吧 那还是在这个大吉扬 可怕的例子 那个就遇到冰山 那我想在北冰洋上 即便是有这个水域 那我想遇到冰山的 这种可能 机率还更大 那就更大的多 是吧 那么这个保险成本 就一下子就上 哪个保险公司 它的窗口期还是很少的 哪个保险公司 敢承保这样的 是吧 你一提到铁达尼号 大家又开始沉下来了 而且这个开一条通道 这里头有很多的城市 串联着它的产业链 如果说它这个北极航道 它路过的地方 有石油天然气 有炼油 是吧 那么其他的这种资源可利用 那么这样呢 它这条航道 才能够水到渠成 现在呢 很多的条件还不具备 但我觉得这个北方的航道呢 其实它的牵涉 并不只是说 这个所谓的 就是只是进行一个经贸运输 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其实呢 还是因为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地球所剩不多的 这个资源的再分配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北平洋这个地方 自然资源 鱼类资源 矿产资源 都非常丰富 还有油啊 等能源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航道 未来可能有经济上的作用 如果真的成为了航道 那么它也会在这个政治和 国家的防务安全上 可能未来比如军事基地呀 等等呀 可能实际上还有一番争夺 所以我觉得它目前讲这个北方航道呢 不能只看它的北方航道 但是俄罗斯就是单独开发它的能力 我觉得目前来看 它希望跟中国合作的这种意向 当然会更加强烈 那么中国也可以相机而动 这个北极航道是很有价值的 这是关键的 它的价值体现在北极航道 它们运输的这个既然是航道 那它的价值来源于 它运输什么货物 首先它不是一般的货物 一般的货物 走北极航道成本不合算 它关键运输的是战略物资 这所谓战略物资 战略型的矿产 像俄罗斯最大的涅矿公司 诺利尔斯克矿产 就在北极沿岸 另外我们中国还参与了 俄罗斯在北极的两个大型的能源项目 现在这两个项目都已经投产了 这不北极的航道的价值 不在于运输多少货 甚至来说经济价值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更重要是战略价值 这是一个我觉得北极航道的 一个必然要 将来是必然要走强的一个原因 俄罗斯在北极航道的基础上 是投入不少 有一些小镇已经发展起来 像刚才地图上出现一个小镇 叫萨别塔 那个小镇在2012年时候 只有19人 而现在已经到了接近3万人 其实这个行 这是在真金白银在砸钱 因为他必须得大规模的投资 才能去把基础设施建起来 另外还需要大规模的补贴 才能把人吸引过去去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诚意 但是单凭俄罗斯人实力绝对不够 一定是个多边的 所以他14年之前也还是比较强调多边 我看他14年之后就完全转向了 Well Arctic is a strategic deposit of all the humankind thus everybody should be very delicate and very deliberate handling of this sensitive region China is warmly invited to all initiatives and we know that China is strongly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Arctic Sea route and some mineral resources but we need to harmonize our legal positions and economic views so far so it's that they are not similar so far that's why we should negotiate and we should cooperate on Arctic issue very deeply and very thoroughly 对 开发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强调环保 要强调资源 这些是面面俱到 但是现在最担心是 这个北极部分 它会变成一个新的军事战场 北约5月底主导的 北极挑战2023的联合军事演习 今年欧洲举行的 最大规模空中演习之一 在这附近 你看到军演当中 美国新一代的航母福特号 时隔65年再次访问 是挪威的港口 不只是航母 北极战略办公室 也被拜登推动成立了 会被俄罗斯与北约 在北极的对峙会 更加的对立 来 镇军请 俄美之间的竞争 或者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 在北极的竞争 实际上这体现出 北极航道或者北极地区的 它的重要性 而且俄罗斯也有具体行动 俄罗斯在2021年1月1日 就已经宣布 要把它的这个北方舰队 所在地升级为第五大军区 那么说明 它也在应对美国和西方国家 在北极地区的各种军事行动 而且我们有同事 就是搞那个 韩区动土研究的 他们疫情前去了基克西港口 那块的基础设施 都是原苏联的 三万块钱 你可以买一栋楼 没人 整个城市 整个一栋楼就住着两户人家 什么人 科学家 科学家 科学家去城 他们富有着这个使命 他们在这会承担着什么 对北极一些 科考任务 当时俄方老师陪同 然后他说大家不要到处乱拍照 因为啥 俄罗斯正在加强基础 军事设施建设 所以这里头当中 什么人最多 科学家最多 还有军事战略加在里头 回到这我要请教了 永林 你看 芬兰四月加入北约 那么瑞典正在三谈入约的谈判 那么如果现在都加入 你可以看到 八个环北极的国家将呈现 北约七国 七个对 卦七对一 对上俄罗斯的对峙局面 那如果发生任何情况 没有任何的域内国家 可以居间调停 其实我觉得 虽然俄罗斯从数量上来说 它是一个绝对的少数 但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 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刚才江老师讲了 就是苏联时代 它在北极圈那儿 有很多的军事基地 只是后来俄罗斯把它给废弃了 那最近两年 它把很多的基地又重新启用了 又进行了修缮 所以首先呢 它的基础设施非常的完善 再有呢 就是俄罗斯有很多 这种极地的一些装备 什么破冰船呢 包括极地的作战装备 它的很多的武器装备 是要适应这种极寒天气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 在北极地区 俄罗斯的优势非常明显 我们说在其他方面 可能美国厉害 但是在北极一定是俄罗斯厉害 好 谢谢 谢谢所有嘉宾的参与 到底东北会是如何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历史仿佛有的时候 像是一个轮回 我们看看在三百多年前 俄国的历史 当时大家都知道 彼得大帝 他往哪里看 往西看 他往西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知识 看到了技术 看到了现代化 三百年后的今天 虎金总统是往东看 他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好大的市场 看到了潜力 看到了希望 但是到底是怎么走呢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只要是中国跟俄罗斯 还有附近这些的 东北亚的国家 都能够加入 共同走向一个市 普惠的大道 共赢的大道 那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在贸易如此 在其他的领域 又何尝不是如此 期待 崭新的东北 跟远东经济开发区 谢谢德力电器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收看 再会 现在所有俄罗斯 往东看 你觉得 他们是获福神中的 现在他们身体是诚实的 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当中 要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战略定位 以应对未来更加纷乱的局面 还是应该回归到 它作为一个经济行为的 本来面目 不要太多地去 辅出它的政治意义 它的所谓的战略意义 再把握不住就 失去了我们发展的机遇 而抓住了化东北会 快速发展迅速崛起 一转东北落后的局面